坦白讲,国人对日本的看法,往往都比较复杂,提到曾经苦难的历史,以及当下总是熊阿维杰贫乏冲突的钓鱼等纠纷等不愉快,总会咬牙切齿吃口咒骂。 然而当提到日本工业产品,日本动漫乃至日本电影时,往往又会产生比较宽容的态度。 是的,自改革开放一时,日本产品便在国内有质量好的高口碑,常常受到人们的追逐。 前两年还发生过大规模去日本购买马桶盖的是事情,很多日本机场也随便中,专门补了中文导购员。 可你知道,像马桶盖这些很贵的工业品,也并不是日本从大陆赚钱利润最高的产品吗? 有一种言,日本企业三块钱从中国进口,经加工后,再回到中国售卖,转手就是三万,你说吓人不吓人。 这种言也曾一度成为中国土豪圈争销攀比的食材。 他们听信宣传,认为那是日本的贵族之言,又延年易受的功效。 想想他们到高级餐厅不让在菜里放盐,然后一边聊着怎么宣钱,一边被骗子骗,用小刀刮鲜,盐盐,到菜里调味的场景。 还真是令人唏嘘,盐盐这么贵的价格,颜值确实起了推动作用。 颜色显两晶莹剔透,再加上高级包装的衬托,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价值不菲的联想。 或者,作为奢侈品主力消费身体的土豪,本就需要这些标签性的物品来彰显自己的身价,价格比实际效用更重要。 那盐盐实际上到底又没有超乎一般食盐的功效呢? 只真假进行食盐测算,盐盐比普通食盐,并没有多出什么易受盐盐的功效,有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普通食盐,因为它不含点。 那为什么盐盐还会得到许多人的追捧呢? 原来在日本盐盐,确实会比普通食盐贵一些,人留在于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。 大部分地区的地理位置又偏北,上海盐不方便,所以日本人便找到了有些开采难度,但不用其他复杂加工程序的盐盐,价格总体来说会比普通海盐贵一些,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种贵族才吃得起的说法。 结果,中国土豪移到日本,听说只有贵族才吃得起,岂能不尝试,结果一来二去让盐盐在北京土豪圈大行其道。 最令人咋舌的是,中国作为产盐大国,盐盐负量及每年产量都很大。 日本很长时间都从中国大量进口盐盐,三元一斤进口后在日本国内摇升一遍,三万元一斤迈回中国,如此高的利润。 这一项便让日本从中国穿走超二百亿元。 新闻上也有中国产盐盐的消息,但土豪们认为,只有日本的才上当次,是真的。 中国市面上的产品都是山寨日本的,也是罪了。 不仅盐盐,这种中国人自己情愿被坑的事情简直屡见不鲜。 前段时间新闻曾有报道,中国游客到日本旅游,被推销某纳斗产品。 传说该产品含有那道叫素,能延长寿命,还能癌症,一瓶售价为1215人民币。 后来被证实是虚假宣传,根本没有这么神奇功效,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健康产品罢了。 哎,真希望大家能擦亮眼睛理性消费,很多外国产品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。 不要再跳入消费陷阱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